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她还聊天了 没办法 因为我跟玉婷是受班的同学 所以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 然后我们因为都学心理的 所以每一次见面都聊不完 有多夸张呢 有一次我跟她去度假 然后呢 度假这两天一夜 我们从见面的那一刻开始 就一直不停地聊 而且都聊 反正开始聊聊聊 都绕来绕去都会聊回心理学这样子 而且我们二十四小时好像都没有停下来 对 我觉得那天喉咙都哑了 回家的时候心想说 你是去听完阿妹演唱会回来是不是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体会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你知道吗 那个创业嘛 制作人的那个灵魂就上来 我就说黎玉婷来来来 我觉得这些东西实在太重要了 那我们聊得这么愉快 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们不如就把它录起来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是我邀请那个玉婷来录音的原因 这样子 那你呢 其实我真的想过各式各样的理由 但我真的觉得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我们真的聊得很开心 而且可以制作节目之变 我们可以一直见面 然后一直聊天 对 这真的很假公祭司 对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有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我们自己用我们在思考的方式 然后对我们两个彼此的生命 在我们这些讨论里面 都帮我们彼此有一些启发 那所以在聊的过程 我就会觉得 那如果我们这些想 平常自己就在想事情的角度 也可以有一个机会 就分享给大家 那让大家在平常的生活里 也可以用这些角度想想看 是不是也可以对自己有些帮助 那我觉得这个就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诱因 是 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有聊到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觉得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走进智商市 才叫做对自我有成长 可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讲 他会不知道怎么开始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 有一种也是就是 透过我们的聊天 你可以比较知道 哦 原来靠近自己 想自己是这个意思啦 对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接下来 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 是 然后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角度都是可以帮我们去映照 我们自己内在 想不清楚的事情 是 对 那这也是我最触动 我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的部分 对 你们可以把心理裸猫猫 这样讲 会不会自己从脸上贴光啊 贴金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心理小学堂的中班 我们已经读完幼幼班之后 我们要来读中班 因为在心理小学堂 我是很广泛的介绍了12个学派 那我真的要自己承认 要用一个人的力量 然后精通12个学派 是太困难了 12个学派 每一个学派 如果真的要再深进去讲 那都要好多好多年的这个休息 就是学习 所以呢 我承认我有点懒 你跟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直接把我的好朋友请来 然后就叫他讲个 我等一下会介绍 为什么他会走向这个 我们这一次一系列 比较像是靠近精神分析 或所谓的心理动力的这个取向 那这里面是什么 但我这边就是要先感谢一下 那个玉婷 强者我朋友 谢谢他愿意来 把这个节目 我们做成一系列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刚刚其实就一直假定 大家知道李玉婷 这样子 因为他已经上过两集节目 但是我在这边 还是很郑重的介绍一下玉婷 那我刚才有讲 我们两个都是张画师帆大学辅导 一次张所 毕业的 那毕业之后呢 玉婷很特别哦 他并不是直接进入到住人工作 他因为生涯的选择 他有出去杜拜跟印度 然后有一些跨领域的商业经验 他真的是去业界上打滚江湖上混过之后 回来回来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还是对人有很深刻的在乎跟关心 所以他回台湾之后就选择深入了精神分析 那他曾经在中原大学跟中央大学 都有曾经专任跟兼任的资商心理师 那目前他是自己开业 是安静心理资商所的所长 安是安静的安 这样有解释吗 安全的安 静是环境的静 安静心理资商所 对 我取这名字可能让大家有点难以介绍 不过其实就是一个心安之境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自己 对 那玉婷我刚刚有说 我们这一系列都会比较走精神分析取向 那为什么你会被精神分析吸引啊 就是刚刚听嘉玲在介绍我的时候 我好像也掉进我自己整个生命历程的一个回忆里 那关于生命故事的话 我想我们可能一集应该是讲不完 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 要拉回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主軸嘛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从硕班训练开始 其实就是非常受到心理学知识的影响 那每个学派都很吸引我 嘉玲可以介绍完12个学派 真的是太太佩服了 对因为每一个学派 真的我觉得花多少的时间都不够 都有他很深刻理解人的地方 那我在硕班的时候 其实对精神分析没有太多的兴趣 真的必须老实这样 对那可能我那时候有一些盲点 因为可能一下子我不喜欢他的父权思考 一下又觉得 那个早期决定好像又太武断 好像你出生是在哪个家庭 你爸妈是谁就决定了你很多事情 对那这个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的我比较没办法 去想这样子到底可以带给我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 就像刚刚嘉玲介绍我的生命经历 我的就是到过不同的地方 接触过很多 无论是在宗教 种族 国 就是国籍 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我发现无论我做什么 即便我在商商 就是在业界工作 我都是回到对人内在了解的一些讨论 在让我思考 然后慢慢的 因为认识的人越多 然后这上我们也够有年纪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 哇越来越多我无法理解的情况 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的训练 在学校训练的那些材料 已经不够去解释很多事情了 对那我觉得这时候 精神分析就进到了我的世界 那他提供了我一个 我以前不会去想事情的一个视角 对那对我来说 那种事情是什么 就是平常我会一直重复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就他不会对我的生活有影响 可是我就一直在重复 做着一样的事 然后慢慢的我会感觉到疲累 对那就是他并不是到什么 严重的事情 可是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 好像都有一些执着在那边 对 然后 讲一个我们出去玩的例子 对就是上一次 其实我们就是一起出去玩 是我来筹备嘛 是 我真的很夸张 就是呢 我拟定了我们整个出游的行程 对 然后我连宇备都想好了 你知道他有多夸张吗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 好朋友去哪里都差不多 我也没有 我就是随便 我就跟他讲说 可以 时间是这样子 那OK 就是都OK 这样子 我也没有任何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好旅伴 就是我没太挑剔 结果这个小姐呢 她给了我 Plan A Plan B Plan C 然后要我说 你要上山还是下海 还是要干嘛 我就说 你是搞旅行社的吗 对 就是做什么都认真 那这件事情 就回到我心里 就是即便我跟佳玲 是这么熟悉的状态 我也知道她真的都可以接受 各式各样很弹性的安排 我还是依照我自己的一种做事方式 我就是想要把行程好好的规划好 然后控制各种可能的情况或突发状况 那就是这个东西突然 在我们的聊天过程里面 这个东西就浮现了 我就看到 哇 我自己对于一个 就是整个掌握的安全感 那非常的影响到我 就是啊 我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的时候 那我真的会把我自己累坏了 是 是 对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探索很多 我这个东西 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 是 对 那是这个东西 就是精神分析带给我的一个 思考的观点 对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并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或是你遭遇什么状况 你才要来靠近自己 想自己 就像刚才玉婷讲 他看到他在日常生活里 那个重复 非得一定要 比如说他就是需要很多事情很确定 或者是很多事情 他想要预备安排得很好 这不是对错 可是如果当他已经是一定要重复发生 无论情况是什么 就像刚才讲的 他跟我在一起其实不需要这么做 但他还是这么做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那这也是心理动力取向 或者我等一下会 我会请玉婷解释精神分析跟心理动力有什么差别 那我这边也可以解释一下 我跟玉婷是差不多时间喜欢精神分析的 好朋友有好到这样子的共识性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都 因为后来玉婷也就有家庭嘛 对不对 你也就去忙 我们有一段时间其实真的比较没有那么长互动 对 我也忙起点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 频率比较不像现在互动这么多 然后那时候我一核对起来 就是我们在两个都比较有空之后 就聊天才发现 我们两个喜欢精神分析 又重新把精神分析拿出来读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三字头的后半段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喜欢 刚刚玉婷有讲一个嘛 就是就比较父权的想法 或是比较早期决定论这个也是 然后对我来讲 其实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精神分析很模糊 就是我每次要读他们的这些理论也好 或书籍也好 我都觉得你为什么不能讲简单一点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所以我就会不喜欢 而且那时候对于所谓什么叫潜意识 其实还不是很很有概念 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太多现实的问题要处理 比如说你的收入多少啊 比如说你的很明确的你跟家人的那个关系 其实他都还没有到潜意识的程度 他光是在意识程度已经够让我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前半生就是 就会比较多时候是 某一些学派其实就已经很支持 够用 可是当后面的时候就像玉婷讲的 那些比较现实里的问题 好像也慢慢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有经验之后 该处理的处理完 剩下的都是无法处理的 但是它还是重复发生着 我就会好奇 那好奇之后才真正静下心来 好好去认识人家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才发现人以前是自己一场误会 是自己太年轻 所以没把人家读懂 然后还怪人家 对 好 那我刚才有讲 就是精神分析确实它会看蛮多潜意识的 或者是我们所谓比较心理的动力 那玉婷你会怎么去说明什么叫潜意识 或者那种心理动力到底是什么概念 我在想我们因为常常会提到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 那对我来说 其实精神分析会从那个佛洛伊德为主 由它的理论里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开展跟对话 那像在意母婴关系的课题关系理论 或者是对自我结构很关注的自体心理学 然后还有再到最近也蛮常被提到的 就是对集体潜意识跟梦境分析 荣格心理学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整个来说 他们其实都归属于心理动力的去向 那他们对于人格啊潜意识这些人类问题的理解 我觉得都是无关对错 但就是他们切中的重点跟角度 那对我来说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这个节目 是希望用一个比较广的角度 让我们去看 像刚才嘉玲提到的潜意识这种比较模糊 到底在讲些什么的这些概念 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比较 我们在生活里的例子 或者是很多我们人跟人互动的经验 我们可以去了解潜意识到底怎么样 在我们的生活里发挥影响 就是它的概念是模糊 但是其实它很具体的一直在我们的行动中展现 只是它没有被看见 是 我这边讲 其实很多时候学生或者有些网友写来的信 它会有一个表面的议题 比如说每一次谈恋爱 我都会很在意它跟别人讲话 跟异性讲话 那我们表面上以为要处理的事情是 亲密关系里的 占犹豫 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到的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机会 或当事人也愿意的话 再往下慢慢挖 你会发现 跟伴侣之间的那个 很害怕它跑走 很有可能跟早期的依附关系 所以依附关系就是可能跟父母亲的互动 或者是在原生家庭有一些没有处理的经验 它带进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心理动力 不管你刚才玉婷讲的哪个取向 古典精神分析 还是课题关系 还是容格心理学 如果你跟小学堂够熟的话 这些名词你应该都常常听过 但都没有关系 你都不懂这些名词 都没有关系 其实这档节目 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有能力 从表面上你知觉到的议题 你有感觉到的 然后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以为要直接处理那个问题 是不是我的伴侣多做了什么 或是他只要少做什么 我就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有能力 把那个视角从外面移开 回到自己的内在 我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要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然后这里面沟通了我什么情绪 慢慢的回来 那这是我们这一档节目 我猜大家也会喜欢的 因为我有发现 喜欢起点文化的节目的听众们 都很喜欢想很复杂的事情 对那我们的重则大人 就是把复杂变得简单 对就是我发现大家都程度很好 如果讲太浅还会觉得这个听过 这我已经知道了 好那这大概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 就是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 要叫心里躲猫猫 我有发现一件事 我做的节目都五个字 你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没有就心里敲敲门 心里小学堂 心里躲猫猫 我心里想说等一下再多一个 就五言绝句了这样子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 心里躲猫猫这名字有多有趣 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生产的过程 就跟心里动力很像 就是因为我跟玉婷讨论好 我们要开一档节目 然后这节目的企划方向是什么 连我们连材料都准备好了 好那我大概跟他ray完之后 我就回来要内部提案啊 好来请我的同事们一起来参与 然后我们就在开命名会议 就这个节目的命名会议 然后大家刚开始就想不出来 然后就大家会有各式各样的idea这样子 我等一下会讲 有一些是震惊八百的 就是一听就知道在干嘛 可是真的听起来很认真 对然后总而言之呢 就忽然有个同事呢 就跟我们说 因为他看了我们的手稿 他就说 我觉得心里动力很像猫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猫 猫就是一种神秘 高傲 有一点捉摸不定 但是他有时候又很可爱哦 他真的跟你靠近的时候 你会被他融化 然后但有时候又很有距离感 然后他觉得因为他心理动力 给他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回想 对我当年读心理动力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忽远忽近 若即若离 有一点神秘的学派 对 然后呢后来那个 我也就在想说 可是刚开始我其实没有那么快的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 他太搞笑了 叫心里躲猫猫 后来想一想 其实潜意识也蛮像 这个样子 等一下玉婷可以补充 然后后来我同事就说 啊你们两个不是都属鸡 我跟玉婷同辈 不然你叫心里那个狗狗狗 心里咕咕鸡这样子 跟心里躲猫猫 你让玉婷选一个 我猜他会选心里躲猫猫 然后后来我就被说服 他们先说服我 因为我不想叫心里狗狗狗 所以他们就说 你不觉得心里躲猫猫很好吗 又很好记 你就不用考验网友们的那个记忆力 我就后来想一想 好啦 那个我跟玉婷 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两个都狮子做的 所以心里躲猫猫 好像也可以这样子 对 那你那时候听到我跟你讲说 哎玉婷啊 我们新节目叫心里躲猫猫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必须老实的说 我真的是超越我想象 对 你那时候是不是很想拒绝我 嗯 我觉得因为另外一个选项 让我觉得 我可能得认真的考虑一下躲猫猫 因为狗狗狗没有比较好 对 但是我 我觉得我第一个感觉 真的是觉得 哇 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然后又对应 我先这边补充 为什么 李玉婷会说 她超出空架 因为我们本来要叫 听见你的弦外之音 或是听见你的真心话 或是我们与自己的 我们与自己的距离 是不是听起来很假白 好 就是太认真了 对 对 所以我 真的是完全超过 我们两个原本在讨论的 一种节目调性的感觉 那个框架完全在框框 之外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心理 刚才嘉玲提到吗 这很心理动力的整个历程 就是 对 我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这个角度就很认真的 值得被拿来想一想 所以接着我跟嘉玲讲 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觉一下 这个名字带给我们的影响 那我想一想以后 我觉得 它有一种非常贴近人 内在的一种 一种状态 那个躲藏的感觉 确实 跟潜意识 我们想要去探寻的感觉 越来越接近 所以我那时候先 有先就是觉得 那我们就试试看 那我觉得更神奇的事情 就发生在后面了 在我们节目名字定下来的时候 这几个礼拜 我开始一直在回想 这个躲猫猫给我的感觉 我就想到 它真的好贴近 因为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 我们自己小时候玩 躲猫猫的那个心情 一开始是想要躲到 绝对不要让人家找到 然后这个不要被找到 是非常安心的状态 可是随着时间 越来越多 越来越久 你没有被找到的时候 那个紧张 那个担心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恐惧的感觉 会慢慢浮现 所以我在想 那个躲猫猫 真的好适合描述 我们潜意识的一个 我们潜藏在里面的感觉 我们是想要藏起来 但我们同时也很渴望 被找到 被看见 那我觉得心理动力 就是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帮助自己 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 被找到 被看见 对那我就觉得 哇 这个躲猫猫的名字 也取得太好了 是不是 对 对那时候 我同事提的时候 我真的 我当场有一种 你们在搞笑吧 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快拒绝 因为我喜欢的原因 第一个他很直觉 就是我们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 比较认真的名字 什么听见你的玄外之音 确实他好像在 概念上靠近 心理动力多一点点的 那个 那个 意思 可是我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好 那心理躲猫猫 有一种隐喻感 他就刚才讲的 他不那么直觉 可是又很贴近 又很可爱 然后他真的很像 我们的潜移师 我们要靠近他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一种 找寻的过程 他既想要被看见 可是又不想要被看见 很像我们去做 分析的时候 我自己做分析的时候 我也会有同样的心情 我既想要我的分析师认识 我又不想要他 看得太清楚 我觉得那个心情 是很像的 对 所以我就说 你看连取名字 都很心理动力 对呀 就很自由联想 对不对 是 我们之后会有一集 在谈自由联想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介绍 完这个节目了 那到底 玉婷啊 我们都已经学了 心理学这么久 学了心理分析这么久 你觉得学心理分析 有什么好处啊 我觉得真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帮助我更认识我自己 所以我就有机会 为自己创造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对 因为我就不会一直现在一个 我无意识 一直重复做着一样的事 我会突然明白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样子一直做着这样的事 那我可以选择继续 或者是我可以换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思维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那一些 就是已经很努力 很想了解自己的 特别像刚才讲 经过加龄完整多年的训练 起点多年的训练的听众们 其实我在想 你了解自己一定是 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在帮助自己 那当我们用理性分析到了 一定的极致 你觉得还是有一些 你不知道或找不到答案的 那心理动力就是一个 可以尝试的方向 对 我会说心理动力 它对我来讲 它有一点像是 大家也没有拍过 找那个Rue In 跟Rue Out的那个调节 它自己可以大 很广角 看见你整个生命的全貌 就关于一些重复的模式 我们在录音的当下 有一个动画很红 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 我还真的很认真的把它看完 是 那里面如果从心理动力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人生有一些很重复的模式 它有很 你会看到他每个做决定的 背后的心理的动力 是有一些很像的地方 它可以这么大 大到看见整个人的样子 它也可以很Rue In 到很小很小 一个小小的小行为 背后都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说 光是迟到这件事情 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迟到 其实它就有很多可以探讨的 不是只是记不记得了时间 时间管理好不好而已 这么简单 这后面其实是 如果你愿意看 你会看见很多的东西 包含我自己 像我自己我会知道 时间对我很重要 可是我很明白 时间对我很重要 是因为我的生命里 发生过一些事情 于是那个很需要精准 对我来讲 跟另一个人 可能对玉婷来讲 她需要的清楚 又是不一样 动力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展现出来的行为很像 就是我们可能都会 对时间特别的在意 我们会很在乎 有没有迟到 行为表面行为很像 可是底下的动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 在心理动力里面 很迷人很有趣 对很有趣的地方 对因为像嘉玲刚才讲的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她很独特的 成长经验 虽然我们的行为 看起来一样 可是你细细去探究 你每一个会让你有 这样子行动 背后你曾经发生过 什么事 然后有一个人陪你一起去 好好的讨论 或者你自己就可以 好好的去想你这些经验 我想这些就是我们 深受那个心理动力 吸引的地方 是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好处啦 就是你把整个整季的节目 都听完之后 你还是觉得 哇我太过瘾了 我想要真的找一个分析师 来分析自己的话 那我会觉得 你把这一系列听完 也蛮好的 因为我必须先说 先打预防针 心理动力的分析 它需要的一个时间 或是它的架构 会跟一般人习惯的很不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人会很希望 尝试心理分析 就会很像很多人去找玉婷 想要做分析 可是如果你对分析 真的没有那么清楚的话 你会不知道 一系列痛响 分析师到底在干嘛 所以也有这个好处 就是听完之后 你会比较清楚 心理动力它看中的是什么 那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也找到 合适你的分析师的话 你去跟他互动的时候 你们会比较有共同的语言 对 我觉得这也是那时候 跟嘉玲在讨论 这个节目的整个设计 跟架构在想的 其实 如果光听节目 就可以帮助自己 有一个思考自己的角度 这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 那第二个就是 那如果你在听的 这些过程里面 你也更了解 整个心理动力 在做进行资商的时候 的一些架构里面 在思考的 内在的一些考量 那也可以帮助你自己 去预备 这个是不是一个 你适合的方式 对 那也希望可以 藉由这个整个的讨论 里面也帮助大家 更加了解 是 而且这真的 每个人喜欢吃的菜 都不一样 我们两个很喜欢 但不等于它 所有人都会适合 所以我觉得 网络世界的好处 就是你有机会 透过做一点准备 那更有概念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节目进行的方式 心理躲猫猫呢 我们会是双周根 所以就是 不是每个礼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 实在是太忙了 我们两个人都要有空 所以 就有一点难度 但我们很努力 所以 心理躲猫猫 会在双周根 礼拜日的早上11点 那跟有声书评 另外一档节目 轮流播出 就可能一个礼拜是书评 然后一个礼拜 就会是 心理躲猫猫 那每集呢 我们大概就是 30分钟上下 这样子 那每一集架构呢 我们会从大家生活里的 一些小痛点切入 比如说 第一集 就准备下一次要播的就是 我真的好痛苦好痛苦 为什么不管哪一个学派 去见治疗师 去见分析师的时候 专家都会跟我说 来我们慢慢来看 你们为什么不能快一点 那个 很想要赶快有人 拿掉我的不舒服 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面 体验到什么 然后或者甚至有时候 在第二集我们会去聊 我在日常生活里 我期待有一个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是我的伴侣 或他可能是我的家人 或是我的朋友 他们可以完全的理解我 我不用讲 他们就知道在想什么 这不是才是更深度的关系吗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期待呢 为什么我这样期待 我会很痛苦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日常生活里 你有想过 然后你也曾经去思考 为什么不行 那我们就会 透过每一集的节目 然后去告诉大家 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会用一些例子 一些故事 来让大家更具体化 这个东西发生在人身上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但是我们在节目里 所讲到的每一个案例 或者是每一个故事 它都是经过改写的 就是你不用去想 是不是在说你 一定不是 那如果你觉得很像是你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因为我们所要分享的是 非常贴近每个人 内在底层的一种人性的状态 所以他会是 也不可能是 对 那玉婷就会从一个 陪伴者心理师的位置 让大家去看见 这些重复的情绪也好 或是一些念头也好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我们要怎么去靠近 然后再慢慢的去 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模式 那第一季呢 我们准备了十个故事 十个故事乘以两个礼拜 所以就是二十周 大概你们可以听四到五个月 我的妈你们算好存量的 好贴心 那因为不想让大家 今天听完介绍集之后 然后下一集要等太久 我们下一集呢 超门 心里想学他 我一定会一直讲错 心里躲猫猫 我刚刚还是讲错 对 你真的是 太多小孩了 是 心里躲猫猫的第一个解 第一个故事 我们会在下一个礼拜天 10月8号11点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你一定要订闹钟哦 就是心里躲猫猫 很需要大家一开始的支持 千万要让我们找得到你 谢谢 是 OK 好 那我们那个躲猫猫 这个节目先借到这边 下一次我们会有新的内容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宣传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起点已经有App咯 自己的App咯 我刚才已经让玉婷试完 就是 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你会上去之后 有一些小活动 然后你的小活动都可以几点 然后几点之后还可以去 最后如果你要参加课程的时候 还有一些优惠 是不是很好 有 我实在是太佩服你们的创意了 如果我们当年读一个paper 那个教授就可以给我一个点数 我会不会读得更好一点 你可能就会往另外一条路发展吗 好啦 对 那希望大家如果你是iOS的话 就是到那个 Apple Store 好像是 那Android系统的话 就是Google Play 去下载 你就输入起点文化 就会我们的App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的现在是在周年庆 在周年庆 即日起到10月17号为止 你加入我们的任何一门课程呢 单门是95折 两门是88折 三门是79折 我家有一些朋友 因为你错过了早鸟 就是因为我们早鸟 是一去不复返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很好的机会 把你已经看很久的课程 一次构足 这样子 然后对 那这个活动呢 只到10月17号 OK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期待未来 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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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